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受尽委屈的她却没有得到丈夫的一丝安慰和歉意 看到这里不禁觉得一丝心酸 她处处忍让 至此也委屈了自己 而在生活中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她整天喝酒喝的大醉 你处处忍让 她变得更加变本加厉 她工作不顺待在家里 你处处忍让 她变得更加颓废 她嫌弃你无能不能帮她 你处处忍让 她逐渐演变为家暴 出轨 忍耐中 你丢掉了曾经的自己 但也没能把握住当下的幸福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子一天天坏下去 男女之间如何更好地相处 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难题 当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时 就想竭尽所能对男人好 让她体会到温情与温暖 认为只要付出的多 男人就不会离开 可是事实却恰恰相反 有时你越顺从男人 事实按照他的要求来 他越觉得理所当然 不懂得珍惜 因此 在适当的时候 保留自己的脾气 而不是有求必应 才会显得自己更可贵 可爱 将感情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许多女人在坠入爱河 就喜欢围绕着男生的需求站 表现得过于顺从男生 这样的女人在男人眼里虽然动事 却调动不起他们的情绪 因为男生多多少少都是有征服欲的 事实都听他的 不懂得适当地拒绝男人 他们会觉得无趣 很快就对这段感情失去了兴趣 女人无论多爱一个男人 都要有自己的原则跟底线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爱情 明白自己无法忍受 对方什么样的行为 所以会在经营爱情时 表现出冷静 有条不紊 该接受的接受 该拒绝的坚决拒绝 小夕跟自己的男朋友 在一起两年了 有一次他们出去玩得很晚 已经很难打到车了 于是男朋友向小夕 提出了在外面过夜的想法 小夕坚决地拒绝了这个请求 告诉他无论多晚 他都要回家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 小夕的男友都找各种理由 想让小夕同意 跟他在外面过夜的要求 但无论他如何软磨硬泡 小夕都没有同意 一而再 再而三地拒绝男友的要求 难道不怕男友跟他分手吗 小夕笑着说 如果因为我没有满足他的需求 他就认为觉得我不爱他 那只能说明他不够了解我 然后 小夕和男朋友也没有因为这样的事情闹矛盾 两个人在一起总是和睦又融洽 二 有自己独特的自想和个性 罗曼·罗兰曾说过 有才华的女人可以吸引男人 善良的女人可以鼓励男人 美丽的女人可以迷惑男人 其实有个性的女人才会更加吸引男人 三毛就是一个充满个性的作家 他看待所有的事物都具有独特性 他能在别人丢弃的垃圾堆中找出宝贝 一些女人一生都不敢去想象的东西 他敢坚持不懈地大胆追求 就连他的爱情观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那句 如果你给我的和给别人的是一样的 那我就不要了 让多少女性大哭过瘾 三毛的与众不同 让他一生拥有众多的追求者 最熟悉的就是三毛的丈夫何希 18岁的他对三毛一见钟情 如痴如狂 并向三毛发誓 等我六年 大学毕业服完兵役就来娶你 六年后 何希遵守了自己的诺言 他为了和三毛结婚 还提早去了撒哈拉沙漠等待三毛 短暂的一生都在跟三毛流浪 但他始终认为 能取到个性纯真的三毛非常幸福 卡内基说 个性是真正能够散发出光芒的 也是一个女人的独特魅力所在 的确 有独特个性的女人自带磁场 让男人念念不忘 一个真正懂得个性的女人是聪慧的 知道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 而不是盲目地去追求与众不同 迷失了自己个性中最真的东西 有的女人甚至走入个性的误区 丢失了自我 迷失了自己的本性气质 认为刁钻任性就是个性 冷漠无情就是个性 这样不会让人觉得有魅力 相反会让人觉得做作 虚假 这样的女人估计很多人都想敬而远之 总的来说 保持自己独特的个性 能够让人记住你 坚守自己的原则底线 能够让人发自内心的尊重你 这才是一个女人的魅力真正所在 一味容忍的爱情很廉价 一直退让的女人也很卑微 委屈求全 褪比忍让 只能感动自己 到头来失落受伤的 也是自己 回家的诱惑中 林品如爱上红湿鞋 便丢掉了自己的脾气 也失去了自我 她表面看似光鲜亮丽 在红家顶着少奶奶头鞋 却干着保姆的工作 她处处忍耐 每天心情脱地洗衣服做饭 却还是得不到婆婆的一点好脸色 她深爱自己的丈夫 努力做一个显内助 等来的却是丈夫出轨自己闺蜜的消息 她待人真诚 却不知从不被人瞧得起 就连她绝望溺海时 等到的也只是他们绝情的背影 她一味容忍 觉得只要有爱就可以抵挡一切 最终只是委屈了自己 可当她幡然醒悟 她也活出了真正的自己 她变得有脾气 有棱角 至此 她也重新获得了红石显的爱 婆婆的讨好和闺蜜的高攀不起 都说 男人不坏 女人不暗 但其实 这句话反过来也说得通 婚姻的真相是 从你们盖章的那一刻 平等就会平等一辈子 卑微也会卑微一辈子 你没脾气 就表示你已然放弃了选择权 而在婚姻中有脾气的女人 男人才会珍惜 有人说 相比于一个爱撒娇的女人 强势的女人往往更擅长经营婚姻 强势不代表咄咄逼人 也不是蛮不讲理 所谓强势 就是有点小脾气 能把生活打理得很出色 也能把老公管理得服服帖帖 众所周知 孙力是一个很强势的女人 她拍戏对自己要求很严 在婚姻中更对对方要求严格 而也正因为她的这份强势 才能把灯钞打造成三好男人 她外出喝酒会和妻子报备 更会在酒醒后 乖乖把等等和小花的衣服紧了 来抚平妻子的怒火 她当导演 演戏 事业越来越好 却还是那个很害怕老婆 不会出轨的男人 她在外面能打拼出自己的事业 撑起一片天 也愿意在家把老婆宠撑一片天 而也正是因为这份爱 两人才能经营婚姻十年 每天还过得像热恋那样 婚姻不需要一个人的默默忍耐 只有强势 才可以把感情经营得有声有色 婚姻就像是一座迷宫 有很多很多问题 需要双方努力解决 所以 请珍惜那个在婚姻中充满棱 有脾气的女人吧 她一定爱你爱到了极致 才愿意在婚姻这趟旅程中 陪你走到底 愿你幸福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 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临眼希望大家 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